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这个角是这个角的两倍 这么多的复杂的关系 搭配上它的图跟文字 所以大家在解几何上这种比较复杂的提醒的时候 是需要一些策略跟方法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几何的阅读口诀 这个口诀有四大重点 念、对、话、跟什么 其实就是要透过你的五官帮助你学习 第一个念你们想到的会是用哪一个五官呢 口、嘴巴 所以你要大声的把它念出来 大声念出来是念 第二个是对 想一下你会用哪一个 眼睛非常好 眼睛去对 第三个话 你会想到什么 手 没错 待会用你的手 或者是可以用你的笔 笔也可以帮助你 最后一个什么就是要动你的 腦 没错 动脑去思考 所以这是我们的几何阅读的一个口诀 首先大家看一下 你觉得你刚刚有看懂老师刚秀出来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的 请举手 怎么没有人可以举手 刚刚有看到什么 有吧 脚B等于脚A出一 那我们来一起大声念出来 好 一、二、三 脚B等于脚A出一 没错 所以请问大家都记得了吗 记得了请举手 非常好 请放下 所以你透过把它念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 刚刚题目上说的究竟是什么 接下来呢 有两段影片 好 那这两段影片呢 会有个绿点点 下一段影片呢 会有一个桃红色的点点 好我们做区分 这个点点呢 是非常有趣 它是一个眼动的一个轨迹 所以你的眼睛必须要跟着这个点点动 然后帮我看一下 你觉得绿点点的同学 他比较理解这个几何题的解题 还是桃红色的点点 他比较有抓到这个解题的一个方式 请问你们觉得哪一个点点 比较有理解这个几何题目 桃红色 桃红色是不是 一致性都认为桃红色 我们来问一下 他这个有加以文字的一个叙述 看字 然后过去看图 对 桃红色呢 就是先看一小段文字 然后再比对那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策略 叫做对 你必须要用你的眼睛 去对照这个图形 脚B 对到这个脚B 讲到脚ADE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对到图上面的脚ADE 做一个文图的对照 这是第二个 对的策略 眼睛 用文字跟图形的一个对照 第三个策略 我们要讲的是画 刚刚同学有讲到用手 对不对 那我们的画这个策略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用手指描图 好 举个例来说 当你在题目看到三角形 一内角角CAB之后 用你的手对照过来 然后CAB知道他是在讲这个内角 好 这就是我们的手指描图 第二种方式 如果图上面有很多的已知条件 那你要用你的B去做标记的动作 举例来说 三角形ABC中 乙之脚1等于脚2 好所以脚1等于脚2 一样的脚 我们把它标记起来 接下来脚B等于36度 所以你在脚B这边标上36度 紧接着呢 第三个他写脚ADC 脚ADC是72度 所以把你的已知条件标上去 刚刚我们的策略 从1到3是念 对跟话 还哲语 请帮我们示范一下 好 你会怎么念完这个文字之后 对到这个图 很好的示范 念对话把它念出来 眼睛对完之后把它画下来 知道你在求什么 好最后一个 刚刚有讲是要动你的脑袋 我们在看完题目的时候 要知道你的目标嘛 你最终要求什么东西嘛 就算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因为你在看题目的时候 你脑袋应该有在动脑思考 知道我最终要得到哪一个答案 我就会朝那个方向去思考 这就是什么的重要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四大口诀 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老师要发一下练习本 请大家使用刚刚的策略方式去作答 我们先请大家帮老师 看到我们的第18页一下 上面文字很多 又有一个图形 然后你在这样看过来又看过去 对过来又对过去的过程 你可能看错行 然后对不到你想对的位置 因此我们能有很贴心的设计 第三页 第五页 第七页 你看它的呈现方式 一次只有一行而已 而且呢 它会把前面的一个讯息 是不是用灰阶 就是把它隐藏起来的概念 那你就可以专注的只看黑体质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部分 好那现在呢 老师要请你们花一点时间 试着用这方式去阅读看看 老师想要了解一下 你们这样读呢 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跟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可以很清楚 就看下一行 不会一直重复看到前面 所看到的答案会比较明确 这样子我比较不会看错好 第18页是不是就是 现在老师呈现的这个画面 这边的讯息的重点一个是外角性质 再来呢 它不只运用到了外角性质 还有运用到了内角合 三角形的内角合公式 但是啊 有时候我们的解的呈现 不一定那么的 贴心 还把相关的性质都跟你说 所以我们在讲重点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帮它用括号 你可以用括号呢 帮它括起来之后 是不是你就可以帮它注记 其实A珠C 它其实就是用外角性质的部分 三角形的内角合是180度 所以你就可以帮它注记起来 三角形的内角合性质 那当你明白了它 这样子的类题 对你来讲你就比较方便去解题 刚刚我们一页一页这样翻 一行一行的看 好像不会看错 但是你在翻页的过程 你有没有觉得 有一种比较零碎的感觉 就比较没办法整行看到你想看的讯息 于是乎呢 等一下的这份教材 分段的设计是一种折中的方式 我们每一个段落都会有一个重点 你可能可以看出来这一段在讲些什么 那现在要麻烦你们看上面的内容 然后善用我们的几何阅读的策略 你们刚刚有人注意到封面 有什么东西吗 数学不一定要快做对最重要 解数学不一定要快做对更重要 那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吗 在考试啊 或者在练习题目的过程 在段考的时候数学题目来不及写完 就会想要赶快写完 然后越慌张就会容易写错 我们虽然在教你的教材 但是各位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激励同学鼓励你们的话语呢 其实是更加可以增加你解题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想请所有同学帮老师翻到封底 你今天有没有运用到了这个策略呢 有请你把它打勾 好 那如果呢 我今天有学到了解数学不一定要快 做对更重要 请你把它打勾 字很多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读才会读得懂 其实我们都可以运用我们之前学的策略 用分行分段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阅读 一次只专注在一行的看 读了几行它像一个段落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是问什么 重点是什么的策略在这一个段落里面 如果它没有写到的 你也可以善用你的笔去补充 我们的课本是不是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当你拿到课本之后 你那翻天啊 这么多的字 那是不是更需要阅读的策略 分行的教材是 你就可以专注在你的新的步骤上 然后你可以使用念对话的这个策略 你在读分段 你不会像分行的时候讯息是零散的 它是比较有结构的一大段的话 必须要有思考的动作 想想看这个问题问什么 这句话描述了什么 但是课本跟讲义上面啊 它不会帮你分行一行一行的描述嘛 你就更需要用你的阅读的策略 让每一行每一段都能够确实的 让你读进去 好那现在大家手上都拿到了平板 所以待会呢 就要请大家 在平板上运用我们的几何策略来做解题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第三页下面的这一个算式 这个算式是比较长的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这个题目呢 就能把他说的一些重要角度标起来 我先把一致的标中取 然后再看他在说什么 6和10 然后要对9和FG 然后就一个一个去对 我就是看一个然后写一个 你是先看完AB线段 然后就去对这个图上面的AB线段 还是说你是AB线段 好处理这个EF线段 看完之后才去对 我就是用等号写一个AB比AF一次 然后BC比AFG一次 所以你们在无形之中就用了我们刚刚的策略 你看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面对你就对照到图形上 把它标记下来 好老师刚听到的 你们大概是用这样子的策略 好的那接下来呢 就请大家看到第五页的部分 请大家利用平板来进行这个挑战题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几何口诀 那四个吗 第一个是什么 面 面 要使用你的 槌疤 槌疤 面出来 好第二个呢 队 对 所以对是使用你的眼睛 去对照 图 味道图 很好 第三个 画 是用什么呢 手 然后还有用什么方式 臂 那是把它 标记 标记 很好 我的描绘出来 非常好 最后一个是 什么 没错 什么是在做什么 思考 思考 帮助你去思考重点究竟是什么 好所以请大家再跟我一起 附送一下这四个口诀 念 对 对 画 什么 非常好 这个口诀 未来对你自己在解题上 相信都会非常有帮助 好谢谢大家今天来上课 我 觉得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